大家都知道现在老农福利津贴是7550元 明年起将调整为8080元 不过朝野立委则提案希望调升至1万元 并调整排富条款降低津贴情理年龄 以及缩短4年调整一次的规定 农业部认为现行老农津贴调整机制 已经能有效反映中长期物价波动情形 维持实质购买力照顾农民生活 并兼顾政府财政负担 因此应该维持现行机制 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记20日在立法院报告中指出 调整要考量与国内其他老人生活津贴的平衡性 还有政府财政的可负担性 至于排富部分应与其他津贴进一步研议考量 并采取一致标准 不过他也说会将委员建议一并列入考量 在一个月内提出评估报告